现代人工作忙碌压力大 经常3C产品不离生 有许多人使用3C产品 一天使用就超过了8小时以上 再加上长期在冷气空调环境下 容易使眼睛表面泪水蒸发 像这位今年23岁的蔡先生 现在已经出现了干眼症前照 眼睛的确稍微比较干 然后对水分泌的体积也不是太好 来帮我再看前面哦 右边也是一样的状况 有一点轻微的过敏 来往上看哦 蔡先生在医疗机构担任各管师 每天工作繁忙 上班必须盯着电脑荧幕 甚至是手机查看讯息 尤其睡前也会习惯滑手机 近一个小时左右 直到眼睛疲倦了 才愿意就寝 平常的时候眼睛会发红 然后有时候会痒 那有时候比较严重 会有视力模糊的状况 那后来在眼科就诊后被诊断是感眼症 如果在感眼症的初期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肝痒或是色的情形 那比较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一点视力模糊 或是眼睛非常的刺痛 那如果有以上的症状就需要来 来就是比较专门的眼科诊所或是眼科的医院 然后来做比较详细的评估 您床上我们可以发现那个肝眼症的病患其实年龄有逐渐的就是往前挪移到年轻化 那在跟那个3C产品的使用上也有极大的关系 甚至很多的追剧啊等等的都会让你忘记眨眼睛 那会让你肝眼的症状会更加的深刻而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 肝眼症在台湾有年轻化趋势 一般人认为肝眼症是老年人的专利 其实许多佩戴隐形眼镜的年轻人也都有肝眼的症状 肝眼的症状也不像一般人 在老年人身上会觉得只有眼睛肝 在年轻人身上反而有许多变形的症状 例如眼睛会红 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身上眼睛会红 另外眼睛容易疲劳 3C煮到下午眼睛疲劳 这也是年轻人肝眼症的一个症状 全台湾大概平均有三到四成的人有肝眼症 然后颈里面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 然后可能体质有一些改变的患者 然后再来就是现在因为3C产品就是使用越来越频繁 3C使用时间越长会造成长时间睁眼 眨眼次数变少 可能造成肝眼症加剧 现代人的用眼习惯 其实长时间用眼造成视觉疲劳 肝眼症的情形也是越来越常见 尤其在年轻族群也是越来越有肝眼症的趋势 对 那这部分的话就可以从日常的生活保健做起 那当然正常的用眼习惯 避免长时间用眼 避免长时间用眼 适度的休息 顺便做点润服都是很重要的 生活习惯要好 生活习惯要好 代表说睡眠要充足 因为眼睛的防腹里面 这个睡眠是最重要的 那所谓的保持水分是除了眼睛 点眼药水 保湿 也要适当的饮用水分 让身体让眼睛保湿 肝眼症就是眼泪的油水分泌失衡 导致眼睛红 胃光 怕风 视力模糊 甚至神经感觉异常 严重者还会引发角膜溃疡 影响视力 甚至到晚上的时候会眼睛容易流泪水 这也是非常典型初期的肝眼症 因为眼睛过肝 眼睛想要分泌出 适当的眼泪来滋润 结果效果不脏 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 台湾的肝眼族群有年轻化 医师提醒 任何人都要维持健康生活形态 睡眠充足 不熬夜 均衡饮食 多施含维他命A C E 蔬菜水果 少吃油炸食物 最重要让眼睛充分适当休息 避免长时间用眼 过度疲劳 也要注意眨眼次数 千万不要自行购买成药 长期典用 必须遵从医嘱 避免让眼睛恶化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